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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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经关不了 关不了政经 各位同学大家好 还是每天都要用圣经的话 跟大家共同勉励 就是在患难中也要欢欢喜喜 因为患难生忍耐 忍耐生老恋 老恋生盼望 盼望不至于羞耻 忧伤的灵是骨枯干 喜乐的心乃是良药 祝大家平安 祝大家喜乐 台湾的疫情呢 现在看起来在数字上有转好的趋势 但是我不相信这个 因为台湾的疫情指挥中心 每天下午开着这个武汉的肺炎呢 五个大汉在讲废话 这件事情我早就已经不相信了 从一年多前开始 我就不相信这个政府在疫情方面所说的话 那个时候我还苦口婆心的劝政府 我说在卫生传播 在这个公共卫生的传播 这个communications 这件事情上面最重要的事情 是要取得人民的信任跟配合 一旦人民不相信政府 整个防疫就会像溃蹄一样 会慢慢的就是一败 就一泄千里 所以我再三的告诉我们的疫情指挥中心的 这个五个肺炎 五个肺炎的武汉 我说跟老百姓说实话 跟人民说实话 要人民配合是最重要的 所以现在到底疫情有没有减缓 我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因为这个政府说话已经毫无参考价值 但是就我所身处在的美国 在东岸的这个部分呢 我看到的也已经是解禁了 我从西岸也看到的是一模一样的情况 那么已经解禁了 但是现在传出了一些警讯 所以因为解禁之后 疫情有稍微回升的感觉 在加州这个确诊的人数呢 增加了百分之二十 二十百分之二十算蛮多的 不过就三个月半年以前 在疫苗没有普遍接种之前 那那个时候是现在的好几倍 所以就整体的防疫政策来讲 美国的疫苗政策到目前为止 到目前为止 我只能这么说啊 到目前为止是对的 那现在开始解封之后 有一点点疫情的反弹 但是就整体而言 还是朝一个正向乐观的方法的方向 在前进当中 希望台湾能够在很诚实的防疫政策下 能够平安的度过 不过我们从防疫这件事情可以看到 这个政府像一个照妖镜 像一面照妖镜 照出了各种光怪陆离 然后说谎 明明打了疫苗说没打 那说没打的人呢 这个私底下用尽各种方法 在台湾的社会当中光怪陆离 无奇不有 也看到我们这个政府呢 跟全世界的潮流逆潮流而行 对于国际所做的这些疫苗护照 或者这些疫苗的资料 是完全充耳不闻 现在要锁国 别人开放台湾锁国 我看不到看不出来 这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逻辑 但是我希望台湾平安 就像一年半前 我们就一直在说 我认为这个大奔中这样的防疫政策 早晚一定出包 但是我不希望这天到来 我希望他侥幸过关 我希望在我台湾的所有的朋友们 你们都平安 你们都健康 希望这个疫情 就像我一年多前开始讲的 我希望这个病毒真的会认人 只要是大奔中说了事 他就听话 全世界都会感染 就只有台湾没有 但是很不幸的 这个谎言被拆穿 那拆穿的时机很不幸 又是现在这个最强的变种病毒的这个时机 所以我希望台湾能够安然的 在上帝的指引下度过这一波的疫情 好 这两天呢 那在网络上疯传的一个照片 一个画面 是这个画面上有这个大奔中 有台北市长 然后有万华选出来的立委林长佐 还有万华的环南市场的这个管理委员会的会长 这是发生什么事呢 因为环南市场被查出来就是检验的结果 发现有将近六十位PCR呈现阳性 我不知道这个数字有没有更动 大概是占检验的人口的5% 这个比例相当高啊 因为它不是医院 它不是一个特殊的场合 它是市场 是个公共场合 是一个社区中的最容易扩散最容易感染的地方 如果在这个地方查到5% 它向外扩散的能力将会多大 所以当然是因为台北市的事情 所以柯文哲还有大奔中还有在地的立委 去跟环南市场的管理委员会的会长 等于是开一个记者会来说明这样的一个情形 因为政府去视察嘛 好这个政府就这样很喜欢作秀 其实像这样的事情 你在那边开个记者会 其实很多事情就台面下去做 你可以把这个开记者会的时间省下来 多跑几个地方 然后在网路上发布一些政策消息就好 结果他偏偏要 在记者这个拍照之下 拍摄录影之下呢 开个记者会 结果 这个记者会本来也是平凡无期 就听听陈时中讲废话嘛 他也不是第一天讲废话 那 听听柯文哲讲 其实他们讲的也都是废话 但是我坦白说 在疫情这件事情上面我比较相信柯文哲 除了他的专业之外 我觉得以他的经验 跟他的这个丰富的人脉 他应该比较能够做正确的判断 不是那个终身 埋首在那几颗牙齿的陈时中 所能够理解的 也是因为这个牙医误国啦 我讲这话的意义没有去贬损牙医的味道 牙医本身没有什么问题 牙医是台湾非常棒的一个职业 对人和对我们的很多的贡献 但是 我觉得一个人要跪在自知 知道自己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 当你不能做什么的时候 你的耳朵 你的眼睛要张开 你要谦卑 就是行公一号怜悯 存谦卑的心 谦卑的人有福了天国是他们的 所以我说这个时候 当然讲这都没有用了啦 已经过了一年多了 那好 那在这场环南市场排排站的记者会当中 有个很白目的人 这个也曾经是我的朋友 那也曾经上我们节目了 那林场所 Freddy 那我觉得在他的音乐的这个场领域当中 我觉得他堪称台湾之光 在他的音乐创作表演的这个舞台上 替台湾争了不少的光 这点必须肯定 可是当了民意代表之后 当时为了什么原因不知道 离开了时代力量 现在变成了民进党 侧义或者是正规军 反正基本上 当一个民意代表 最窝囊的事情 就是当执政党的民意代表 因为有苦难言 有话不能说 有志难生 其实大可不必 因为你要记得 不管你是不分区是人民选的 你要记得 你代表民意 因为你叫做民意代表 所以你是什么党 不重要 重要是反应民意 作为政府跟人民沟通的桥梁 这件事情是千古颠扑不破的真理 在一个民主社会当中 不会去问你是哪个党的民意代表 只问你 你代表了民意没有 可是偏偏林长左 作为一个民意代表 他没有代表民意 在这个环南市场的这个记者会当中呢 他劈头就劈台北市 而且说话很呛 我不是在替谁缓家 我必须说在这一次整个疫情的管控当中 地方弱势到不行 地方筛减 彰化 被查水表 被阵风 台大公卫学院 基于研究 连学术单位 都被查水表 都被黑手封口 地方上 林明珍要去引进疫苗 政府说不准 台北市的所有 包括新北双北 所有的防疫政策 必须中央指挥中心同意才能够往下做 所以今天台湾的所有疫情 如果好 那当然是中央政府的这个管控 或者是整个管理做得好 如果有问题 绝对不应该把这个责任推到地方政府 因为地方政府是一个命令一个动作 但是林长佐呢 在这个地方呢 突然呢 不知道为什么 突然充分发挥了这个民进党测译的功能 炮轰柯文哲 但是当场就被这个环南市场的管理委员会的会长 这位林先生林会长呢 打脸了 这段画面在网络上疯传 相信有些人看过 有些人没看过 因为像这样的画面 在三明治或这类的媒体上你是很难看得到的啦 像这种东西 就是呛政府的 或者是呛执政党的 这种东西几乎是已经被封锁了 你只能够到我们这些 呃 看似小众其实不是小众 呃 我一个老朋友陈俊涵 他还写封信问我 他说彭P我要请教你一个问题 现在这个收视率像你在政经看民事的收视率很高 百分之一是什么意思 到底多少人在看 我算给他看 我说台湾有两千三百万人 啊 这两千三百万人呢 有意义的 我的意思是说 在看电视大概只有一千万人 什么意思呢 就是家里有装电视的 而且能看电视的 有些营业场所没有电视啊 那或者是说呃监狱里面 你看嘛两千三百万人嘛 在监狱里面在工作的这些人是不能看电视的 没法看电视 所以呃 在某个时段 家里有装有线电视又能够看电视的人 不会超过一千万人 哦还有一些什么 在就是反正很小的小孩啦 把这些去头去尾 抓一千万已经算是很很仁慈了 你看以前我在政经看民事的时候 我们收视率曾经是 政论节目一直都是第一名 那个时候我们的收视率不过也才 一就很了不起了 破一 一是什么意思呢 一是百分之一 那各位想想看 你用一千万的收视人口乘以百分之一 有装Cable的 有有办法呃 看得到Cable的大概 可能低于一千万了 我抓一千万好了 一千万的百分之一是多少 十万 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在民事 收视率已经是 呃 激压各台的时候 你的收视率再了不起 百分之一就是十万人 再了不起十万人看 现在政经关不了 随随便便一集 放在水管里面 大概 累积个几天之后 至少都有十几到二十万人看 还有一些更厉害的YouTuber 啊 比特王啊 这些他们 有的好题材 动不动三五十万人看 那昨天我的朋友 这个好朋友徐甫 他们的节目也很厉害啊 在中天被关台之后 他们所做的节目 洛门门开箱 动不动也有二三十万四五十万看题材 所以 现在的主流市场 其实不是在三台 也不是不是在这个Cable 已经到了YouTube上面 好在这边我就要 附带的跟 打打广告 所以 在政经关不了下广告 是再划算也不过 而且你知道吗 在电视上的广告是 嘘一个 看得没了 看完就没了 在政经关不了是 你下的广告呢 等到你的曾孙玄孙啊 玄孙的玄孙的玄孙 回来点阿公的阿公的阿公的 阿公的家的产品的时候 你还可以看到 这个广告 因为他放在那里是一直放着 阿 所以他的广告效果是一直在累积 一直在累积的 好 那 呃 如果要登广告 呵呵 二七八一二二六六 现在因为疫情的关系 所以这个电话有的时候 不太有人接 因为我们现在都自主管理 都回家自各自上班 不过 你可以跟我们这个政经关不了的 呃 电子邮件信箱去联系 好 那么回到刚才的这个问题啊 因为 呃 Cable这些主流 所谓过去的主流媒体都没有登 都没有报导这下以下的这一段 在台北市环南市场 林长佐 大笨中 柯文哲 还有环南市场的管理委员会的会长 好 好我们来看看这个漏网镜头 几个礼拜以来 其实我一直跟陈部长跟指挥中心都保持联系 希望可以尽快成立这个联合这个指挥所 那今天可以看到终于进驻 我是觉得已经慢了啦 那慢的原因 当然我想各界外面大家眼睛都很清楚 那导致慢的这段期间 我们的疫情是有下降还是继续延烧 大家应该很清楚 那所以刚刚市长讲的一些部分 我不是很同意 很多其实是这个防疫常识 有一些人可能听起来会觉得甚至是废话 例如说一开始 他跟他讲说这个 因为来往的人员复杂 所以筛检这个没有办法 最后还是筛检啊 你现在不是PCR还是要筛检 所以我不是要在这边發脾气 或是什么 但是这个对我们在地来讲 有很多的这些工作 一个月前就可以做的 我现在才开始自己去做 我真的会不会 你从以前到这段 你有带我们重庆架架架 八岁发现没有 有吗 有吗 没有吧 我 我 你自己去吐槽而已 你有来发南市 你给我关心一下 有吗 你算计一次来几次 你这些疫情你才有来发南 给我关心 不要讲你们回去 回去 回去 不用采访回去 你不要帮我们华南市长回去 拜托 不用讲什么 你要演戏去电视上演 不用他们演 滚 滚 我觉得这是承担啦 因为其实中正万华的事情本来就我们的事情 那我想我们的摊贩本来就非常的辛苦 那不管是从环南到这个北农我们周边的包括余市包括家庆包括家畜其实大家都非常的辛苦所以这几波这个延烧疫情延烧出来那让大家生意其实更难做所以我想我们在第一线做为民意代表本来就都要承担承担这一些的这个摊商他们的情绪好这个环南市场的自救会的会长当然他呛临场走我觉得两个重点一个就是说 他说你没错我以前这么挺你 我以前这么挺你 他不是他不是他不是那个什么他不是五毛也不是国民党的铁粉他也不是韩粉他曾经是林长走的支持者他很痛心的讲了这么一句话他说我们这个市场发生这么多事情你从选举完到现在你来过几次答案可能是零嘛他说你来过没有你现在在那边轰柯文哲 这个仿佛好像中央没事你也没事你有什么脸在这个节骨眼上在这边说三道四大概是这样的意思好在网络上疯传在网络上看的大概已经超过两百万人光这个单一的影片虽然这个有线电视多所封杀那我们来看看这个林会长啊这个林会长叫做林胜东他是环南市场自治会的会长他事后我相信一定很多人打电话给他很多记者去问他 他就发了一个新闻稿他说首先感谢并婉拒众多媒体朋友提供唱唱所欲言的专访跟节目的邀请 一说我不要做秀我不想上去节目讲他说身为环南市场自治会长今天我在记者会发表的声明并非屠我个人之名意思就是说我不是要出名了 所以上电视这些就不必了只是希望啊他说只是我不希望一千零六十个摊商生计沦为作秀的素材而被忽视 其实我在台湾有一些中下阶层很多人是我们的支持者 我从我们跟他之间常常会有一些我们有一些联系有些脸书有一些群组的联系我真的很替他们难过因为他们的生活真的遭受到了很大的困难 而我们的政府继续封锁 今天这个政府封也不是不封也不是 其实我坦白讲政府封锁这件lockdown这件事情我并没有反对 因为如果今天真的在社区爬爬造 确实要做一些又要做一些这个block要做一些这个主角 可是你知道吗 这个一封下去封了多少人的生计 他们不知道该怎么办 因为学生的学费照交 银行的贷款照催 房租造交 日常生活的用品还是要用 但是就是没有生意 完全没办法做生意 那该怎么办 我说我们这个疫情 结束之后大家时间多一点 我们大家来组个自救会 要求政府赔偿 因为这绝对不是天灾 这是人祸 而且我们可以用 用用民行事的方法去告诉 来做一个自救会 只要你个人生计受到损失 我们都来跟政府求偿 好 好不好 我们大家来加一好不好 我们来做这件事情 我们来找最好的律师 这个律师的费用我来想办法 我负担不了 我去想办法找找这个sponsor 大家看好不好 就是说我们大家集体向我们的政府求偿 不是只有刑事责任 要把大家在这段疫情当中受到的损失 要政府赔偿 我不要利息 就赔偿就好 大家觉得好不好 好的请加一 我们来成立一个天灾人祸疫情自救会 我们可以用最好的律师把政府在这一次防疫当中所犯的所有的错 导致了人民到今天长受这么大的损失 还包括那些牺牲生命的人 大家来成立一个自救会 大家觉得好的请加一 好 那么这位林会长说呢 林胜东吧 林会长说 他说从五月初全台湾的疫情还没有紧绷之前 环南市场就已经自发的加强防疫 感谢其间给予众多协助台北市政府医护人员 多位中正万华区的议员 还有每一位摊伤伙伴们的配合 环南市长对于所有防疫政策都兢兢业业的配合 只求疫情能够尽快的平安落幕 你看他这里面点名了台北市长 点名了医护人员 点名了台北市政府医护人员 还有多位中正万华区的议员 你看他露了谁 他露了大笨中 露了蔡同学 露了露了这个苏贞昌 中央他不提 他忘了吗 我想我看他真没错 然后万华区的立委 谁呢就说我就林长佐 他不提 他感谢了台北市政府医护人员 还有多位中正万华的议员 接下来他说今天陈部长跟科市长 攜手前来环南市长处理解决疫情的问题 我们内心相当感激还有感谢跟激动 但听到中正万华区立委 林立委发言内容 只为了检讨台北市政府 而非在乎环南市场1060位摊商 本人感到痛心病 悲愤难忍啊 大官到场能苦民所苦为民喉舌才是我们真正需要的 若不是来解决问题也请不要为一己之私变相落井下石 听好了林长佐 不能解决问题也不要为了一己之私变相落井下石 我想这是林会长这番吐槽的重点 他说民之所望简单而渺小 我们不求富贵但求温饱 我看到这边我其实挺难过的 各位看看摊商能够赚多少钱 比他们更糟糕的 连摊位都摆不起的还大有人在 这些人以前有些人做一些小的叫卖的生意 在路边 做这种零零星星的生意 现在路上连个猫都没有他要做给谁呢 我想了真的有时候觉得很难过 可是我的能力 我救不了这么多人 我只能骂骂政府 因为骂久了看他能不能有一些改变 我其实心里很难过 今天如果我今天是一个 我这样点名不太好意思 但我今天如果真的是行有余力 我真的是什么富比士 什么前几十几百 或台湾的什么几大几百大 我相信我的良心会催逼我 我一定会想办法去帮助现在苦难的 很苦的这些小老百姓 我不知道用什么方法 但是假如我的能力可以允许的话 当然我这样一讲也是在呼吁能力许可的人 救救苦难的人 好我们接下来看 他说恳请每一位官员跟民意代表能够感同身受 口水不会杀死病毒跟根治疫情 却会让生活在基层的人连喘息的机会都被淹没 还望诸位大官们集中权力解决疫情 环南市场自治会长林胜东 赞你讲的真的是棒 真的是老百姓的心声 我们也在喷口水 但是我们的工作就是口水 我们只能够监督政府 我们手上一点公权力都没有 而且从头到尾被公权力追杀 就是我们这群人 我们能够替大家的就是讲 一直讲骂一直骂 批评政府这本来就是我作为媒体人的职责 我误入丛林 我大学毕业 莫名其妙到东瘾当兵去当军报社的记者 突然觉得这行蛮有趣的 我前面都不学新闻 也不学无数啦 那我觉得这行蛮有趣的 就去考台诗不小心给我考上了 我这一辈子就步入歧途 当了媒体人 后来出国去念书 想说有食物干脆就学这行 就念了跟我前面所学的完全不一样 就去念了一个传播的PhD 然后在爸爸的声声呼唤下 我就摸摸鼻子回到台大教书 这一晃20年我的人生就这样虚度了 我能做的事情就是 把我的一点点专长 不学无数的新闻专业用来批评政府 新闻不是用来替政府 擦脂抹粉包扬政府不必不必 这个政府一年有2.5兆的预算 他有的是网军有的是1450可以帮自己 拉抬声势无中生有 他有四十几万的公务人员 包括约聘的人 可以替自己做球 可以杀球一边做球一边杀球 所以媒体朋友们 政府不需要我们替他做任何的化妆 我们不是政府的化妆师 好 进段广告 进段广告之前来听听音乐 来来振奋一下人心 我们先来听这个 相当滚桃 好不好 我们听一听 然后进段广告之后回来 我们听听听听 相当滚桃哪儿不理 也没笑话 灵魁卡到哪儿不理 也没避暖 有什么 灵魁卡到哪儿不理 你灵魁卡到哪儿不理 和你灵魁卡到哪儿不理 也会灵魁卡与你年车 到漫花 花莫甲棠 赦朗的盯 看我你的罪行 看你的行 看你的英雄 买赞名 沙朗棍头哪有你 亚买赞名 面皮卡头哪有你 亚买赞名 你是我 你是我 这汤的棍萨 亚买赞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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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着你 什么歌 是我 漫兴 为着你 山道漫歌 花莫甲棠 沙朗的盯 看我你的罪行 看你的行 看你的英雄 买赞名 沙朗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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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know your impulse is to go alone I'm chasing after a better view Together we will take this open road Cause I believe in you Pack up your things because it's time to go We'll take this highway in the end Each morning I'll wake up and love the way That I believe in you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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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s I believe in you Yes I believe in you Yes I believe in you I want to know if you will stay well Deep in your eyes I see the truth Just take my hand because I won't let go Cause I believe in you Let's share these memories and laugh a while The things we did at 22 I know we'll find a way to make it right Cause I believe in you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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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經 關不了 關不了正經 好 我們來振奮人心一下 我們的這個詞曲改編大賽 其實就有詞啦 那劉青田老師 他是很有名的補教數學名師 他自己投稿了好幾艘曲子 其實都做得很棒 然後我們把他呢 我們的小編把他配上這個MV 有點像是當年什麼你哥半唱代 我們講這個就是大家知道有年紀 好 那接下來呢 我們在看海外論文文之前 我們先來看這個劉青田老師的 往事只能回味 他把它改變成往事不堪回首吧 來 我們聽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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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不能容忍 才為 altro… 才願感殺很突然 能容忍 才為你感殺擅幾個人人罪 屁股夢遊生著 黑菜轉條 再再真正丟臉 九夜年鮮酒的那盒才是真名的 一轮轮合照的照片才穿逝或是尊 假或是温泉的秋汉 共闖了海湾的星象 你如果有增盘满地坏 就拿来给增盘满白 越来越连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 接下來我们要进行海外论文门 海外论文门呢我们用中英文的双声代播出 因为这样子所以我们引起了全世界 有许许多多的关心论文门的人 一直持续的加入 我們的海外論文門播出一年多 到現在已經超過了一千五百萬的點閱 就是我們累積下來 所以我相信很快的 繼續累積下去呢 全世界聽得懂英文 聽得懂中文在海外的人 應該會越來越多 至少會突破五成的人都知道論文門這件事情 不過海外的同學們 已經在加緊腳步 要讓論文門解案 要讓蔡同學做不過今年 國安單位聽說很緊張 現在正在大肆搜證當中 不過我要講的是 重點不在海外論文門的這些宇宙政經學院的同學 重點在路加福音 國安單位也好 犯罪集團也好 你們要鬥 不用來鬥我們 你們要鬥去跟上帝鬥 去跟耶和華鬥 因為聖經上說 隱藏的事沒有不顯露出來 好 我們來看看海外論文門 就是 國安單位的演唱法 把大陸建議都不想證明 露出來 有過 the COVID-19 outbreak all the courts have suspended operations however the administrative case in the UK has already set a time for its final questioning session the ICO the University of London and the three ThesisGate investigators must submit all of their documents to the court by mid-July after that they'll have to get ready for courtroom debates ThesisGate already has substantial evidence that disproves the University of London's three facts furthermore we're more than ready to submit all new never-before-seen conclusive evidence that proves Tsai didn't receive a proper PhD to the UK court we have not yet discussed this evidence but our investigative team believes it will help conclude ThesisGate by the year's end Tsai and her conspirators have previously declined to refute our evidence last episode we disclosed that the presidential office has a workshop dedicated to forging evidence Tsai also refuses to acknowledge that assertion in any way the memo notifying Tsai she passed her viva is a key piece of evidence in Tsai's case against the three scholars it was also a pivotal ticket that allowed Tsai's thesis to get placed in th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Archive however there are now two different versions of this memo floating around is the are presidential office going to offer an explanation for this they haven't so far two different versions of the memo is worse than no memo at all the existence of two different memos invalidates any evidence the presidential office presented before furthermore they must also answer to charges of forgery and obstruction of justice how could the president's trusted prosecutor Huang Wei make such a detrimental mistake back in 2019 the presidential office misdirected our investigative team leading them to search for evidence in the wrong place 第三個部分總統在取得學位這些或者是取得這個博士的這些證書相關的過程 那包括政大教育部中選會那麼長的這個時間以來都經過這些機構的各階段嚴謹的驗證 所以他的學位絕對沒有問題好接下來來談一下在這個應聘政大教職的這個階段 1984年總統是在1984年12月8號那當時政治大學城報教育部檢送總統的學位證明 國事論文來進行副教授的資格審查 第一個是蔡英文女士當時在1983年到1986年之間因為剛才副校長說1986年1月核准他的副教授證 所以是不是提供他的獎師證的字號和副教授證的字號 We've also looked into Tsai Ing-wen's biography on Wikipedia, which doesn't even touch upon what Tsai was doing in 1983. One of our investigators tried to alter that information, but they were locked out of the Wikipedia system and issued a permanent ban. That's how sensitive this information is. During a press conference on September 23rd, 2019, the presidential office didn't dare mention that Tsai had already returned to Taiwan in 1983. That's because that fact would run contrary to the story they already fabricated for Tsai. Specifically, it would contradict the fact that Herviva took place on October 16th, 1983. The presidential office came up with a story and then consolidated the necessary documents to back it up. The presidential office acquired all of Tsai's documents from NCCU and selectively publicized things that were helpful to their cause. Director-General of the Education Ministry's Higher Education Department, Zhu Junzheng, agreed to cooperate with the presidential office's strategy. The Education Ministry never released anything itself, but it did support whatever the presidential office published. the regulation is broad, so many of these members took place on government offices. Soollin St.- toast dian is very important funding you still have to take asking for the Constitution onism on theory. The presidential office got like many of them bought the είναι and some questions and giving��子 absent everyone all read for free while they were hostage to write to it. But it was a question you, David David Edwards- Is you did too many of them. The presidential office established it by the New York State backpackers just sent back to yourself. As other than you did, the President of Poland and theنا of the Obama office, was to put the 但是我們依循的保密的原則是依照我們教師資格審查規定 那政大剛剛副下長提到 人事的資料也因為涉及到個資所以也是保護當中 市長,我要跟你講的用意是說 如果總統沒有公佈他那個博士證書 那我就無從要求你,因為都是屬於個資 當事人都把他的博士證書都已經公佈出來了 那還有什麼個資需要保護的事情 我現在只差一個比對 就確認了嘛 那這個比對為什麼不能讓大家知道 這是我覺得我很笨的地方 為什麼不能比對 我剛剛跟我們報告 因為我們是依照我們教審的規定 我們必須要持續做保密 那至於當事人的一個狀況 這不是我們可以去評論的啦 The Education Ministry knew that Suchao University was in possession of a signed Viva memo in 1984 but they couldn't bring out that version to show because, again, it would expose the fact that Tsai returned to Taiwan by 1983 At this time, 1983 is still the president's unspeakable secret The first mistake Tsai and her conspirators made was suing Dr. Dennis Peng Dr. Huan Xilin and Professor He Defen 本來就現在就有公開 那我們也是因為這個赫德芬教授說要司法來調查 Pursuing the three through public prosecution meant that prosecutors were responsible for researching and verifying Tsai's degree That hardly mattered because Tsai possessed all of the most vital documents All she needed to do was keep them close to her chest It was clear that the prosecution was merely an intimidation tactic However, not everything went Tsai's way In December 2019, Dr. Peng countersued Tsai for false accusation forcing Tsai's hand Either Peng would be indicted or Tsai would be charged with false accusation Even though Huang Wei was in charge of the case he'd still uncover one big piece of evidence that would threaten Tsai's case It could be that Tsai's strategy faltered or that Huang was too good at his job But six days after the presidential office filed its lawsuit The Taipei District Prosecutor's Office requisitioned Suchao University's records on Tsai This happened on September 10, 2019 At a time when nobody had thought to look into Tsai's Suchao University tenure Why did the prosecutor think it necessary? According to Wikipedia, Tsai returned to Taiwan in 1984 to teach at NCCU She only started teaching at Suchao University in 1991 Perhaps Huang only wanted to look into Tsai's teaching career post-1991 and stumbled upon something he shouldn't have Suchao University's records would have contained files that proved Tsai returned to Taiwan in 1983 It also would have contained the signed second version of Tsai's Viva memo Suchao University provided Huang with the requested documents one day before a presidential office press conference on September 24th in which the presidential office desperately tried to hide Tsai's 1983 Suchao University tenure Who knew that the Taipei District Prosecutor's Office would be the one to keep Tsai on her feet? Huang Wei accidentally became the first person to discover that Tsai's degree was faked He knew the gravity of what he uncovered from Suchao University That's why in his indictment letter to Dr. Pang, he refused to use the signed memo Suchao University gave him He took from the presidential office's pool of approved documents The unsigned Viva memo provided by Tsai's lawyer Lian Yuanlong Here's the interesting thing The memo provided in Pang's indictment letter was not the same one the presidential office showed during a press conference on September 4th, 2019 This one did not have a signature nor did it have an address This was a third version of the Viva memo Just as there are three versions of Tsai Ing-wen's diploma, there are now three versions of the memo However, if any of those documents were real, there'd only be one consistent version of each Any more, and we're looking at forgery The presidential office's forgery room made a big goof up Tsai's conspirators will be the ones who have to explain in court how these memos came to be However, some unlucky patsy will ultimately take the fall for Tsai The more interesting takeaway here is Why did a prosecutor turn a blind eye when faced with such flagrant evidence? Now we know why this case can't find a willing prosecutor to bring it to court That's because the first question prosecutors will face in court Is why they opted to send Tsai's version of the memo When they had Suchao University's signed memo on hand しかし 济絲間 回來 우리는 を運送、彼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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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彼、彼頭、彼頭、彼、彼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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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es tune in the Cuz Сara-ses者。 你是我 你是我 这趟的温室 也是我 甘苦的坐河 为着你 什么河是河万侠 为着你 山岛万河 河万侠大 沙朗的柳 看我你的罪行 看你的行 看你的英雄 没知名 沙朗滚头哪有你 也买少看 沙朗滚头哪有你 也买比我 你是我 你是我 这趟的温室 也是我 甘苦的坐河 为着你 什么河是河万侠 为着你 山岛万侠 我也感到 沙朗的柳 看我的罪行 看你的行 看你的英雄 没知名 沙朗滚头哪有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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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沙朗滚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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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会任是捧吻着 他的身体关不了 每天都在彩穿你 你说一个半学位 没有人会相信你 直转也怎么写 你把我们当白痴 你应该赶快下台 我只在乎你 赶快认错停止伤害台湾 公务人员被你害得很惨 失去真意的力量也不敢说 所以我求求你 别让我罢免你 罢免你我才能看到台湾的未来 如果有那么一天 你说即将要下台 我会告诉我自己 老天真的有烟了 不要继续欺骗 只要诚恳来认错 我不能再等待 赶快下台求原谅 台湾的未来花坛 我只在乎你 心甘情愿指着你的发起 人生几何 能够获得快乐 大片学位的草温应该落幕 所以我求求你 别让我罢免你 罢免你我才能正确 教育下一代 台湾的四发正义 台湾的四发正义 我只在乎你 心甘情愿才穿你的假面具 人生几何 能够得到欢乐 没有是非的教育是你造成 所以我 求求你 别让我罢免你 罢免你我才能还原 天剧的真相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继续海外论文们 继续海外论文们 罢免 laughs 我们 chopping时 yogurt 罢丽真的 Hua on why Cai strayed away from showing the signed memo. It doesn't matter if the Suchao University memo is valid or not. A memo is a binding legal document. Forging a signature on something like that is 100% criminal forgery. If Cai forged that signature back in 1984 and submitted it to Suchao University, then that instance of forgery would be outside the statute of limitations and have no legal ramifications. So it does not matter to the school. If Suchao University took in the signed memo in 2019 to comply with Cai's scheme, then the school could still place responsibility on Cai. However, if Cai brought out the memo with a forged signature from school registrar G.F. Robert on September 4th, 2019, and then Thesis Gate was exposed, well then there is no question that Cai engaged in forgery in 2019, meaning she doesn't have the luxury of the statute of limitations to save her. That means someone would be going to prison, and they can't have that. Similar tactics were used to get Cai Inguyen's thesis into th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archives. Cai signed her own version of an authorization release, which is different from what the general public uses to escape consequences. The statute of limitations for forgery is 20 years. Cai and her conspirators know this and craft their strategy around this fact. However, one area where they can't hide behind the statute of limitations concerns th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in 2019. Th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extended several liberties and loopholes to Cai to get her thesis into their records. During a hearing on April 30th of this year, th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admitted that they only received a digital copy of Cai's thesis. Cai Inguyen's thesis was canceled. Cai Inguyen's review 我們曾經在108年的9月26號評估過 就是目前如果是收到個人捐贈的電子版論文的話 那目前我們都會放在我們的論文價值系統裡面 所以個人贈送的部分會有兩部分 一部分是電子的部分,一部分是紙本的部分 那我做以充報稿,謝謝 我問你,你剛講是108年9月以後來修改 108年9月之前,個人的電子檔會放在任務上,那邊要學一套費數才可以嗎? 你剛講的修訂是108年9月以後 應該是說在108年之前的話,我們大部分收到的都是紙本的部分 108年之後,我們曾經有收到過電子的部分 那館內那時候討論的時候,是把所謂電子的部分放在論文 加值系統去做點藏 那蔡總統是電子的? 對對,不好意思,我剛剛應該是先講明說 蔡總統目前沒有紙本的論文在國土 他只有電子檔的部分 那蔡總統的論文屬於個人的贈送 那贈送之後,他不是學位授予法規範 他等於是我們把他點藏的位置 那蔡總統的論文屬於個人的贈送 放在加值系統裡面 對,加值系統我們再請 學位授予法的事件的證明啊 Digital copy 這就是不太適合 Library officials tried to divert attention by including 14 other submissions that were authored overseas to justify sneaking蔡在這個系統 The library is in clear violation of Article 16 The question now is Who will take responsibility for this blunder? 我也上到圖書館去看了 個人送的 個人要簽署一份 一個切結吧 對不對? 授權的 然後要負法律責任 是不是? 如果說 你這個博士論文是假的 他要負法律責任 有沒有? 加值系統 可能要請我們 是的,是這樣子 好,那我請教 蔡總統有沒有負這個 這個法律責任 這個切結的 有沒有請她簽署 跟各位報告一下 就是國家圖書館所收錄的 每一本的電子論文 基本上都是有作者的授權 所以所有的授權基本上 都是依照中華民國的 這個法令來去行使 不是授權 就是要負法律責任 如果是假的話 因為我也很想送一本 所以我特別去查 就是要 不是學校 不是我愛丁堡大學 是我個人 但是我要簽一張 如果是假的話 你要負法律責任 都不管你 沒有關係 但是我現在 疑問 蔡總統有沒有簽這一張 確定她要自己 如果是假的話 要負法律責任 如果沒有的話 為什麼我們要簽 跟大家報告一下 目前我們收到的 都是授權書 那授權書上面 沒有住民 要負法律責任 任何人的授權書上 基本上 目前是沒有這樣的 這個注記 只是說 所有的論文 如果說呢 在公開的這個 場域當中 提供民眾使用的話 如果任何虛偽造假的 情勢的話 是屬於個人 要負法律責任的 這個在授權書上 怎麼沒有寫 蔡總統有沒有簽 蔡總統有簽 她個人的授權書 但是沒有簽 要負法律責任 這件事 這個就是問題 是 這個就是今天的問題 他如果簽 我們就會根據這個 如果你是假的 假的就無犯法 但是他沒有簽這一張 為什麼法律不平等 不是人人平等 目前任何人 都沒有請他簽 要負法律責任 那個部分是 我們之前 曾經在網頁上 有公告過 那是一個說明 但沒有放在 蔡總統的那個 那好來 我請教你了 我這邊有一本 我的論文 我要授權 電子版 你收嗎 如果您簽署授權書的話 真的 我明天就要送 這是彭少尼 送姐姐的卡片 我女兒的 我明天就送 我授權 我請問你 電子版 沒有法律責任 電子版 可以收錄是哪一天的事情 電子版 其實我們從過往 一直都有收錄 從這個系統建制以來 一直都有收錄 你剛剛說9月26號 是什麼日子 教師節前兩天 不是不是 那個9月26號是 國家圖書館 收到來自於總統府的 證送了電子檔 然後9月27號 對不起 9月27號 依照蔡總統的意願 公開在網路上讓民眾 去下載利用 好 我明天就把我女兒的 那個卡片機 送上去 然後我授權給您 好嗎 謝謝 在最初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wanted to say that authors must take legal responsibility for their work then they switched their story saying that authors should only take responsibility in the event their work is used in erroneous citations and improper applications th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is trying to divert attention from the fact that it unlawfully accepted Tsai's thesis It's just as Dr. Dennis Pang said th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opened a window for Tsai to sneak her thesis in Tsai signed an authorization release and submitted a signatureless memo as the only proof her thesis is authentic and all of it was acceptable in th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s book Thank you 好吧 我本來是不想再問 因為我本來想答案 已經很清楚了 可是蔡主任 蔡主任 你沒有認真把 今天我們這個 不是 周主任 周主任 對不起 蔡總統 周主任 對不起 今天我們就回到 學會授語法 第十六條講得非常清楚 他說取得博士碩士學位者 應將其取得學位之論文 書面報告 技術報告 或專業實務報告 經由學校以文件 錄影帶 錄影帶 光碟或其他方式 連同 記得 連同電子檔 送國家圖書館 及所屬學校圖書館保存資 所以母體是 學校要先送文件 錄影帶 錄影帶 光碟或其他方式 電子檔是 附在上述 幾種形式之後 沒有單收電子檔的 所以 剛剛我聽 這位先生講了以後 我更清楚 是因為總統府來函 說我要送電子檔的論文 所以你們就去修訂了相關規定 你們就只收電子檔 在這之前 所有都要依照學位授語法 國圖必須要先收到學校 送來的文件 錄影帶 錄影帶 光碟或其他方式以後 你才能收電子檔 沒有所謂 收電子檔 不需要其他東西 電子檔叫做 復健 我再強調一次 電子檔叫做復健 電子檔叫做復健 記錄了 Glen 教議員 and 國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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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萬多察 國圍 共有 公司 平 國圍 以為 國圍 越 Tide Tide Fa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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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de Faces